红河雷神在宇宙天才战中能否排进前十 看过原著的都知道 罗锋作为三兄弟中最小的 最后却一名惊人闯进了前三 而红河雷神作为同样是地球出来的天才 其本身资质并不比罗锋差多少 甚至罗锋未能在行星级领悟的领域 他们也都早已领悟 红修型的蔑视枪法强的惊人 雷神更是白捡到一个智能生命物袋 拿到了雷霆借主的全部传承 可以说二人实力都不弱于 不使用金角巨兽和眼神钉的罗锋 但想在天才云集的宇宙天才战中站稳脚跟 实力和运气都缺一不可 强如主角罗锋 在预选赛都才拿到52名 但这也已经是非龙山帝国拿到的最好名次 红烧续一筹只拿到982的名词 唯有雷神运到实在太差 遇上荣军 此人是一位不久强者的得意人生 对战雷神几乎是碾压姿态 让雷神最终无缘总决赛 而红虽然进入总决赛 但比之罗锋却是运气稍差 在罗锋凭借猥琐发育一路上分 甚至打进前十的时候 红却遭遇了打败雷神的龙军 本想着为二帝雷神复仇 但龙军的实力太过强横 最终让红只能进入淘汰赛 而罗锋则在和上万名宇宙天才交手后 成功打进了前三 而第二名正是让红和雷神败北的龙军 可以说两人会被淘汰如此之快 实在是运到太差